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无产阶级革命家 我国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八届九届 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夜选平同志的遗体 23号在广东广州市殡仪馆火化 受中共中央委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等 23号专程前往广州市殡仪馆 为夜选平同志送别并慰问其亲属 23号上午 广州市殡仪馆庄严肃穆 哀悦低回 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 沉痛悼念夜选平同志 横广下方是夜选平同志的遗像 夜选平同志的遗体 安卧在鲜花翠百丛中 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九十许 汪洋等在哀悦声中 缓步来到夜选平同志的遗体前 肃立默哀 向夜选平同志的遗体 三鞠躬 并与夜选平同志亲属一一握手 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 对夜选平同志亲属的深切慰问 夜选平同志 因病于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七日十二十五十分 在广东逝世 享年九十五岁 夜选平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王滬宁 赵乐际 韩正 王岐山 江泽民 胡锦涛等同志 前往医院看望 或通过各种形式 对夜选平同志逝世 表示沉痛哀悼 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和广东省负责同志 夜选平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 也前往送别 明镜与阅 电视频 strength